想必很多人都耳聞愛多美這間公司了 那麼大家一定都會有共同的疑問 愛多美到底是什麼 是傳直銷嗎? 是騙人的嗎? 還是又要強迫人 又要拉人 不然就是很貴 還是它只是一個網路購物呢? 其實各位都誤會愛多美了 所以今天就要為各位來解答愛多美到底是什麼公司 首先愛多美是一間賣生活用品的公司 它的特色是賣高品質的東西 卻用便宜的價格售出 而且只賣天然無毒的生活用品 並且是透過網路來購物的一間公司 只要動動手指滑手機就可以買東西 並且宅配到你家 所以我把它拿來跟7-11全聯加樂福來比較 各位就比較清楚了 那這些地方的特色是什麼呢? 第一個加入不用入會費 頂多某一些地方它會要你辦卡 手續費大概50塊到150塊不等 第二個消費沒壓力 今天你要去這些地方消費 你不需要先準備一筆金額才可以進去 當然你出來的時候也不用擔心 一定要消費到多少的額度才可以出來 第三個會員想紅利點數 在以上消費的地方每個人都會希望能夠累積一點紅利 要嘛是換馬克杯換公仔 不然就是零錢去尾數 第四個消費無階級之分 意思就是這些商店賣的東西不會因為身份的不同 而賣的價格有所不同 也不會因為你買的比較多 我東西就算你便宜 或者是你加入的比較早 我東西就算你便宜 所以是非常公平的 每個人買的價格都是一樣 而今天我要介紹的就是愛多美 愛多美跟上面這些商店一模一樣 擁有這四個特色 加入不用錢 消費沒壓力 會員也可以想紅利點數 而且價格都是一樣的價格 不會買貴 但是愛多美除了這四點還會再送你四點 第五個品質保證 或許你沒有聽過愛多美 但是愛多美的製造商跟你熟知的知名品牌 其實是同一個工廠的 在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愛多美的公司背景 愛多美的產品都是由原子力研究院 加上科馬公司研發製造而成 其中原子力研究院是由韓國政府出資的 它是全球排名第二的研究院 並且擁有1300名博士還有4000餘人的研究團隊 其中的研發費用都是由韓國政府來出資 科馬工廠則是百年代工的工廠 它是全球第三大的化妝品醫藥品公司 並且它底下貼牌代工的品牌有香奈兒 蘭蔻 資生糖 疊妝 以及數百種品牌 所以這樣的背景造就了愛多美的品質保證 是國家級的保證 第六個滿意保證 愛多美的東西除了食品以外 其餘的東西都有30天的滿意保證 意思就是說今天你用這瓶洗髮精 你就算用了一半 用了剩下四分之一 可是你覺得不喜歡 愛多美還是願意接受您提出退費 並且是全額退費 第七個安全保證 愛多美的每個商品都有2000萬的產品責任險 大賣場你買東西 如果商品出了問題 頂多是下價讓你退費 它也沒辦法具體的補償你什麼 可是在愛多美 我們還有產品責任險 可以保障我們 第八個紅利換現金 大賣場買東西 我們可以換到的都是馬克杯換到鍋子 可是那都要消費相當大的金額 甚至是還要再加購 才可以換到那些東西 在愛多美不一樣 你領到的紅利是直接換現金給你的 所以各位只要記得愛多美是 缺什麼買什麼的公司 聽到這裡一定有人覺得說 一分錢一分貨啦 怎麼可能好東西是用便宜的價格賣給你 朋友你有所不知啊 我們平時聽到的名牌 之所以賣的這麼貴 其實就是貴在廣告費以及代言費 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們之所以會喜歡買這些品牌 就是因為他們砸了大量的金錢 洗腦你對它的喜好 也就理所當然他們的產品可以賣這麼貴 所以一樣是科馬工廠製造出來的商品 貼了不同的LOGO 它就可以翻好幾倍的賣給你 而我們還覺得這是正常 其實就是品牌迷思 而愛多美就是一家把廣告費 代言費都省下來 讓消費者可以直接用最便宜的價格 買到高品質商品的公司 並且愛多美的商品還獲得非常亮眼的成績 韓國是全球在保養品和化妝品 數一數二厲害的國家 愛多美卻在韓國境內同業銷售量裡面 連續兩年獲得第一名 並且獲得獎英石獎第一名 在這裡提一下這個獎項有多麼的厲害 獎英石獎是韓國最高科技大獎之一 獲得這個獎項的可以被公認為是好產品 其中愛多美獲得第一名 而第二名是非常知名的品牌 由李英愛代言的厚 各位可以自己上網查一下 厚的產品要多少錢 而愛多美的六件組平均一件不到500元 撇開產品的價格不說 你喜歡用第一名的產品 還是第二名的產品呢 所以我用一張圖來表達 什麼叫做絕對的高品質 絕對的低價位 通常我們要買到好的品質的商品 就要付出昂貴的價格 這些東西通常是品牌或專櫃 那如果我用可以接受的價格 買到還好的產品 那這種東西通常會是在大賣場 倘若你遇到的是價格非常高 可是品質卻非常低劣的 那這通常叫做不實廣告 或者是騙人的 那麼今天有高品質的商品 卻用趨近於大賣場的價格售出 這個就是愛多美了 簡單來說 愛多美就是一家 擁有實體店面的高品質 還有大賣場的低價格 以及網購事業的便利性 還有組織行銷的倍增 最後送一張總結的圖給各位 愛多美大致的特色 都在這張圖裡面了 不過今天我談的比較淺 沒有提到反例倍增這件事